印度尼下检方将提控涉及亵渎克兰金案的雅加达特区首长中万学 警方则在粉碎三次攻击阴谋后逮捕至少20名伊斯兰国组织的支持者 其中一些嫌犯曾经在反中万学示威中企图制造暴力事件 印尼总检察署指出证据显示中万学有犯罪之嫌需接受法庭审判 不过审讯日期未定 印尼警方两个星期前将中万学列为嫌犯对他展开调查 中万学被指亵渎克兰金 触怒印尼强硬派回教组织 并发动大示威强烈要求政府将中万学治罪 11月4号的大示威甚至演变成流血冲突 警方指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极端分子渗入示威人潮 企图把事件闹大 警方在逮捕九名同示威暴力有关的嫌犯后 破获制造炸弹材料和刀等武器 警方星期三展示证据指出 这些极端分子企图在示威中制造暴力 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感谢观看 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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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词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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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